早朝公投下个月就要投票了 但台电负责的第四接收站 也出现有破坏海域的疑虑 基隆协和电厂沿拟田海造路 兴建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结果昨天环庭又卡关了 因为四街涉及田海造路 让环团担心 恐怕会冲击到当地的外木山海域 珊瑚礁生态 认为台电应该要评估其他方案 否则三街公投案之后的 下一个公投战场就是四街案了 对此行政院长回应 稳定供电跟环境永续同样重要 政府一定会力求平和 那这七万株的珊瑚会保留吗 不会让它有破坏 苏奎强调会保育生态 台电协和电厂要田海造路盖四街 但位置在基隆外木山海域 能否保住海洋资源 饱受质疑 院长已经说了 不会让七万株的这个珊瑚活埋 有没有两手策略 不要 不会有两手策略 摇头不会有两手策略 协和电厂将从燃油改为燃气发电 却因为田海造路 可能冲击当地珊瑚江生态 导致礼拜一的环平没过关 台电被要求补件再审 中油三街被挑战 如今协和电厂盖四街又卡关 被预警是下一个公投战场 不论是所谓四街也好 或是未来其他能源转型 风力发电 绿能等等 我相信政府并不会因为这个公投 放慢了 甚至停止了我们总体的一个转型跟规划 民进党强调能源转型政策不停歇 台电也发声明 协和海域设置天然气接收站 是评估后唯一可行的最适当方案 而且田海面积已经缩减超过35% 富裕珊瑚说到做到 明年一月环平前会提出新方案 一天一刻都不能缺电 环境的永续也同样重要 所以政府一定会在之间求起平衡 政府的能源转型政策挑战一桩 接一桩 剑秋香瑞生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